好 等等 接着看这个 两个体积之笔是5比8的圆柱 它们的侧面的展开图为相同长方形 如果把长方形的长方形同时增加6G表面 侧面积增加了114 怎么看都不像是有图的 对吧 然后不是有图的话那是怎么办 那应该就是射东西出来 射一个长和宽 A和B 那这种情况下我知道 A加6乘B加6减AB 应该等于114 对吧 这个东西乘开之后是 AB加6A加6B加36 对吧 那就是6A加6B加36 因为ABAB减了 等于114 所以A加B等于114减36是78 78除以6是13 算了一个 然后另外一个问题 一样的长方形 一样长方形 卷的时候呢 卷出来体积不一样 那其实很正常 比如说这有一块长方形 来讲啊 这有一个长方形 我要么从下往上卷 卷这个细长条 对吧 要么就从中往右卷 卷成一个稍微胖胖一点的 能卷成两种 对吧 这两种体积不一样 那其实就是一个A和一个B 这两个东西 A和B 一种是你卷的时候呢 A当高 B当底面周长 对吧 另外一种是B当高 A当底面周长 底面周长是2πR 但是它求体积 体积比是πR平方 对吧 体积比 你得是底面积层高 对吧 那其实周长等于这个 其实大家知道周长和体积换算也很简单 对吧 你弄一个二分之B 然后这个就二分之B应该等于πR 对吧 然后把二分之一平和方 就变成了π的平方R平方 对吧 你再把整体除上一个π 就变成πR平方了 所以你知道周长要求一个圆形的面具 那就把它的周长 把它的周长除以半 平方再除个π 那这个比例就变成了 二分之B的平方除以π 乘上一个A 这个东西 比上 二分之A平方 除个π 乘个B 这是5比8 因为我不知道哪个大哪个小 反正我设的时候也没设谁大谁小 我只是随便画的话 就让比一下就行 两边都有除以π 比是没有用的 对吧 两边都是有个四分之一当底 所以这个四分之一也没什么用 那这个比例 这是AB的平方 这是A的平方B AB的平方 比上A的平方B 等于5比8 你这里边有有B 这也有有B 同时除以一个AB B比A 5比8 B比A 5比8 B加8 13 一个5 一个8 那么这个长方形面积 5乘8 40 对吧 方程 实际 这是几何形吗 明远千长算 除了这 对吧 就这地方还算 用点几何的东西 对吧 周长与面积互算 除此之外 真不算几何形 那就是方程 那看下一个 一定要解答 长方形ABC的面积 是2011平方厘米 T型ABAFGE的顶点 F在BE上 顶点在BE上 然后呢 这个D是14EG的重点 这是D 求T型它的面积 猜也能猜出来 肯定见那数 因为没其他想法 是吧 但难道我还要把2011分解吗 分解完之后 可能性太多了 对吧 那这个其实证明起来很简单 就这么一点 那么我们看中间这个东西 主要这个东西 我称为面积1 SE应该是1分之1的 SABCD 对吧 1分之1SABCD 这个好解释 底层高 对吧 一个是底层高 一个是底层高除以2 底层高除以2是1号 底层高不除以2 就是它的长方形 对吧 那关键在于它和这个T型的面积 那接下来可能需要证明一下 对吧 任何一个T型 你这取个终点之后 一连 取个终点之后一连 接下来怎么说明它是一半呢 可以有多种办法 第一种办法 复制整个T型 就是T型的面积 咱们小学学过 T型面积为什么会是这样 你把它复制过去一个 它会形成另外一个颠倒的T型 对吧 颠倒的T型 然后这个终点 整号是整个正方 整个长方形的中心 因为它是复制过去的 对吧 那所以这一块应该等于 这个长方形的四分之一 对吧 这一半模型吧 它应该等于整个长方形的四分之一 那当然等于这个T型的一半 那所以它不单等于二分之一的ABCD 甚至还等于二分之一的AFGE 那所以它来面积一样 对吧 这个也简单 就是这一道题是最基本的模型应用 当然有这个问题 就是解答题的时候 注意不要写 通过什么模型 可知 什么什么什么 是会扣分的 我们为什么叫什么什么模型 而不习惯 或者说不提倡叫它什么什么定理 为什么叫它一半模型 不叫一半定理呢 对吧 为什么叫鸟头模型 燕尾模型 原来有叫燕尾定理的 对吧 但是那样不合适 为什么 因为那个定理是不被承认的 就是你不能直接用 那些方法只是在长期的作品当中 我们总结出来的一个普遍规律 对吧 然后在初中呢 有一个定理可以用 是塞瓦定理和燕尾呢 这个 结论虽然不一样 但是他俩表示的意思是一样的 但是在小学没有类似的定理 所以老师才没有说 因为你想啊 T型其实也有一半模型 T型一半模型就是这是个终点 一连它就是一半 对吧 但是老师没有说 没有说的原因就是 有可能会被不不被承认 你得用证明的方法说明 它的确是一半 你像刚才那个一号 它和长方形比的时候 你要说明一个是长程宽 一个是长程宽除以二 自然是一半 然后这一个 你要用另外一种方法 说明它是一半 当然了 如果你实在受认不了 我发现我真的受认不了老师 那你就赌一把 把模型 根据什么模型可得写上去 肯定会比什么都不写 分多一点 但是肯定也不会得满分 肯定不会得满分 然后这道题我们就不说了 它这个出题的方向 是最基本的出题方向 其实你去 你去再去做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思 它只要一出 这种类型的题 做法都一样 做分割 你想它这个东西 肯定是中间一个正方形 对吧 中间一个正方形 关键在于 后边这些小玩意儿 对吧 就这些小玩意儿 到底是多大 小玩意儿有多大 这些小玩意儿有多大 就关键 就是要求出 这个角度它有多大 对吧 就是要求出 这个角度有多大 但这个角度有多大 其实简单 你想啊 这样一连 这是个60度吧 你看它都是半径嘛 对吧 这是半径 这也是半径 这三个都一样 那所以这个地方 肯定是个60度 那类似这个地方一连的话 这个肯定也是个60度 对不对 一个直角边 你从下边这个边 向上60度 再从右边这个边 向下60度 那这个地方 那这个地方中间重合部分 肯定是30 对吧 这个简单的很 然后后面就不说 这个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参考价值 那么我们总结一下 几何来考虑 有可能什么 你像等级变形 对吧 历史图形的三式图和展开图 常见历史图形的这个表面积和体积 常见图形的表面积和体积 然后呢 一些等级变形的变形 那这个就稍微难一点 对不对 然后呢 除此之外就是什么 除此之外就只能是 利用上面所说的这种各种知识 运用方程来解几何 对吧 就这种东西 那么所以我们先来预测一下 就是 老师觉得可能题量差不多是两题到三题 如果是四题 四题的话 肯定会有一道是相对来说比较送分的 如果出四道 清新基本上常规几何 常规几何 然后呢 等级变形灵魂运用 的确是一个重难点 因为这个 是怎么说 就是离奥数相对来说更远一点 就是基本上只要是课内的孩子 没学奥数也能做 所以呢 一般会出的比较新颖 比较新颖 然后呢 几何体很少出现 特别特别简单的 基本没有 所以只要碰到几何体 一定要做好 打硬仗的准备 好 几何我们就说到这里 同学们 再见 再见 谢谢大家